大家好,我是CM 胡萝卜怎么炒,味道好吃又下饭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炒胡萝卜的做法 首先把三根去皮清洗干净的胡萝卜切成厚片 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切成长条 把切好的胡萝卜条顶刀切成胡萝卜丁 胡萝卜丁切得小一些,不要切得太大 把切好的胡萝卜丁放入盘中备用 去皮新鲜的五花肉一块 把五花肉切成厚片 片千万切得厚一些,不要太薄 因为接下来要切成长条 把切好的五花肉条顶刀切成五花肉丁 切好的五花肉丁放入盘中 再洗干净的青红小米辣一把 把青红小米辣顶刀切成寸段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不能吃辣的可以不放 切好的青红小米辣放入盘中 接下来切至炝锅小料头,葱花和姜片 生姜一小块一切两半顶刀切成姜片 大葱从中间划开 然后顶刀切成葱花 把切好的葱姜放在一起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七成热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丁煸出猪油煸香 下入切好的葱花和姜片炒出香味 下入胡萝卜丁 下入红油豆白酱一勺 把豆白酱和胡萝卜丁快速的炒出香味 烹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清水一碗 盖上锅盖 开锅以后把胡萝卜丁烧至五分钟 烧至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下入切好的青红小米辣 下入精盐一勺增加底味 下入鸡精一勺增鲜 把所有调入料和锅中的食材快速的翻炒均匀 勾入少许的马铃薯芡汁 勾芡这也不能让胡萝卜的表皮均匀地裹上一层汤汁 菜肴非常的美观亮丽 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常炒胡萝卜就制作完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要看